第二届西藏电影节日前在香港举行 那么有六部纪录片和故事片公映 影片的主要是介绍西藏境内的真实处境 目前居住在北京的社会活动家胡佳先生 专门为香港西藏电影节录制了视频讲话 本台记者在10号也采访了胡佳 胡佳认为中共当局对于藏区根本就没有什么自制的政策 而对藏人的打压仍在继续 我们一起来看看详细报道 第二届西藏电影节主办方 9号开始在香港尖沙嘴1908书社 供应六部纪录片和故事片 包括出自昊地利、印度、西藏及中国独立导演的 《远离西藏》、《再见西藏》、《梦见拉萨》、《无畏》、《对话》、《被封锁的对话》等 香港西藏电影节影展的主持人许先鸣 也是香港原藏团体、香港与西藏同行的负责人 他在接受自由亚洲电台采访时表示 这六部人权电影不做商业用途的播放 这次供应是希望扩大人们对西藏问题的认知 他说大家的目的是在香港推动西藏的事情 知道藏人在境内和境外流亡的情况 尝试了解藏人的思想 我和香港第二届西藏电影节开幕 我觉得应该有整个藏区和香港一样 其实都是要要求完整的自治 党人治党嘛 那么藏人治藏我觉得也应该是顺理成章的 其实中国现在根本就没有所谓 叫民族居自治这样的一个政策 所有的管制都是掌握在共产党汉人的 不是掌握在汉人 而是共产党汉人的手里面 六部影片中 继续片《无畏》是第二次在西藏电影节上播放 许贤明表示 今年重播《无畏》是为了特别向顿朱旺青致谢 《无畏》的制片人顿朱旺青和果洛九美 在2008年3月10号 送出他们的影带后不久双双被捕 2009年底顿朱旺青被判六年服刑 罪名是颠覆国家政权 上个月5号顿朱旺青刚出狱 西藏的真实还是被掩盖 虽然这一次西藏电影节的这个 在香港反映了西藏一个侧脚 一个很小的一个脚 是真实的一方面 但是更严峻的西藏的情况正在发生 很多都被掩盖 很多人由于各种事情 被文污的杀害 被监禁 毒打 更严峻的现实 不被外界所了解 而纪录片对话 是民族问题研究者王力雄 在2011年1月组织大陆维权律师江天勇和滕彪 邀请远在印度达兰萨拉的达赖喇嘛 通过网络视讯进行了一场藏汉对话记录 事后王力雄透露 在这场对话后不久爆发了茉莉花事件 整个中国的气氛紧张 江天勇和滕彪也遭到当局的逮捕关押 正当第二届西藏电影节在香港举办期间 北京也举行了第六轮的美中战略与经济对话 而王力雄的妻子藏族女作家维瑟遭到中共软禁 维瑟曾获得美国国务院颁发的国际妇女勇气奖 英国广播公司引述美国国务院女发言人普萨基的话说 美方曾邀请维瑟和另一名中国获奖人 出席一个有关妇女问题的私人晚餐 10号维瑟在网络社交平台推特上表示 我家门口的便一一撤 这次软禁结束了 很显然 这次软禁是阻止我出席美国使馆方面邀请的晚宴 正如BBC报道的 共产党他好像觉得说维瑟如果去了那里的话 就让他脸面上很难看 但是实际上他禁止维瑟去私人性的聚会 国际主流媒体的话均有报道 他是涉及到一个民主被压制的现状 而且涉及到一个国家的公民 基本的交往的权利 言论的权利受到打压 而且对于美国国务厅这样的政府高官 公安部门国保部门都能够采取如此的行动 你可以想见他是多么的肆意妄为 胡家质疑中共政权凭什么禁止一个 中国公民参加私人的参会 维瑟既不是犯罪嫌疑人 也不是被积压在牢狱中的人 评论指出对维瑟的软禁足以证明 中共对藏人的基本人权 言论自由的打压仍在继续